7月27日上午 美国驻成都总领馆闭馆 在当天的中国外交部 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对此表示 中方要求美方关闭驻成都总领馆 是正当和必要反应 美方人员按照中方要求 撤离总领馆 美国驻成都总领馆闭馆 中方主管部门 随后从正门进入 实行接管 中方要求美方关闭驻成都总领馆 并对其实行接管 是对美方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 并强行进入其管设 这一无理行径的正当和必要反应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符合外交惯例 发言人指出 7月21日美方单方面调起事端 突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顿总领馆 对此 中方已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的错误决定 否则中方必将做出正当和必要的反应 7月24日中国外交部通知美方 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7月24日美国官员接受采访称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存在窃取商业机密 甚至间谍行为 发言人对此表示 美方人员有关说法没有事实依据 美方有关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 完全是造谣无面 41年来 驻休斯顿总领馆始终致力于促进 中美各界的相互了解 和各领域的友好合作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的管设 是外交领事管设 也是中国的国家财产 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和中美领事条约 美方不得以任何的方式 侵犯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管设 发言人强调中方东从美方 立即纠正错误 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创造必要条件 总裁要事记者北京报道